不懂就问这是又出抄袭的歌了吗 进行一首加速版的歌曲《前脚刚火》 就被爆出与郭彩杰2007年发行的爱妮了又极为相似 这种心跳的证明发行于2019年 是电影《一稳定情》的主题曲 歌曲在发行之初就一直备受争议 2024天津卫视春晚 孟贺堂张九龄上九夕 请肖贤演唱的《和你听春天的笑声》 充满欢乐让现场欢呼不断 但很可惜节目播出后便被发出抄袭 东京迪士尼40周年纪念主题曲 事件发生后作曲人评论区一度被沦陷 但直面硬刚的态度也再次将事态严重化 不知就此你们的态度又是站在哪一方 一起几个掌 一起晃 一起唱 把烦恼背上 把手掌 都释放 一起几个掌 一起晃 一起唱 把手掌 都释放 哈拉阿末的西楼儿女 在经过岳云鹏翻唱后曾感动了无数人 不过这首歌的旋律却以为瑞典民谣女歌手 第五年发行的歌很像 还有网红神曲《我的纸飞机》 在温暖真语陈旺的同时 也让人在旋律中听到了王力宏落叶归根的影子 此外还有这首开口就充满遗憾的歌曲《姑娘别哭泣》 与毛宁三十年前发行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几乎如出一辙 有些歌听起来笑 但真的不能说是抄袭 就像是豆腐和豆腐脑的区别 明明是一种物质 但永远都是两个物体的存在 那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见